我和老公从恋爱到结婚 她就是无惧系地照顾我 简直把我宠成了小公主 可我万万没想到 有次心血来炒跑去办公室找她时 竟撞见我闺蜜穿着她的睡衣从浴室走出来 说到底她也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美女若怀便不想推开 我忍受不了老公出轨 已然而然决定离婚 但就在这时 我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 困急了仍是睡不着 索性掀起被子下床 窝黑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外面漆黑一片 街道上的路灯道显得温暖和明媚起来 四周太近了 见到连我自己的呼吸和心跳都听得见 我就像飘在这个房间一样 连同我的灵魂 这世上无数的未解问题悉数抛向我 我思考不动 也无法思考 我轻轻地靠在墙上 盼着这可怕的夜赶紧过去 可是今晚过完还有明晚呢 人生这么长 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叫初遥 我在江州 准确地说 是逃到了江州 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已经整整一周了 整日整夜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不问日升不问日落 睁着眼睛无所适从 像身体和灵魂分离了一样 从小到大 我听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初遥 你真好命 我总是笑着接受从不反驳 因为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事实 我的母亲是大学教授 我的父亲是艺术家 曾是一对逼人的他们生下了遗传他们好基因的我 我就是那个收情书收到手软的别人家的孩子 我从小写案画画 一路顺风顺水 到大学也是选了自己喜欢的画画专业 大二的时候认识靳言之 然后相恋一直到结婚 靳言之是富二代 但他身上一点不良的习惯都没有 反而因为友好的教育所以修养特别好 我们两个应该算是合适的人 彼此谅节很少吵架 日子甜蜜而又幸福 每当看见娱乐新闻出轨门妻子又原谅了丈夫的时候 我都会开玩笑的跟他说 先说好了 你要是敢出轨 我一定要跟你离婚 孩子归你 我在家高富帅 我之所以会开这种玩笑 是因为心里好像笃定似的 靳言之他一定不会出轨 我和他一毕业就结婚了 生活富足 感情顺利 以至于我明明已经成年许久 却仍有一份孩子的天真 说白了 就是傻 两年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孩 如今小孩也两岁多了 我曾经说过的玩笑话 一语成衬 是孩子满月时 我和格子重新有了联系 他拿红包给孩子 并告诉我他也来了惠州 是吗 太好了 那以后我们多走动走动 我说这句话的语气并不生疏 但也不怎么热情 老同学间的课套成分多一些 大学里我并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 我一般都待在画室 而大多数空女时间一般也是跟靳言之在一起 对格子印象深一些 是因为他之前也喜欢过靳言之 但知道我和靳言之在一起后 他很大度地祝福了我们 并无纠缠 所以我挺欣赏他 觉得他是性情中人 值得交朋友 之后的两年礼 我和格子就这样走动起来 他来主动找我的次数较多 总是买一些孩子喜爱的玩具 于是我也常赠他一些小礼物 靳言之第一次见格子的时候是在家里 他偷偷问我说 我怎么感觉他怪怪的 我满脸疑问地看着靳言之 不明所以 哪里怪 我们之前就都认识啊 他停顿了一下 说道 看我的眼神 他的答案惹得我大笑 我拍着他的肩膀说 小言子 你已经自恋到以为所有人都寄予你的分上了吗 哈哈 他白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而这个话题也自此没有再提过 就这样 我和格子常在一起做作画 逛逛街 也有很多共同话题可以聊 关系也就在日渐相处中更进一步 日子过得飞快 前一周的某天 天空蓝得像一块完整的宝石 我照例出门走走 并且还心讯来潮地去找了靳言之 我就是在靳言之的办公室看见了我这辈子都没办法忘记的一幕 他的办公室有一个礼间 面积很小 但有床和浴室 他有时工作忙 就睡在这里 那一天格子就是穿着他的睡衣从礼间出来 问他吹风机放在哪里 我问三个人相对而立 震惊的不止是我一个人 他们恐怕也没想到我会来 就在这时靳言之的秘书进来 手里拿的是一套新衣服 我当时很冷静 冷静得不像自己 我把靳言之叫到了天台 冷得风吹着脸 我用平稳的语气说道 言之你解释吧 我听着 靳言之的神色并不慌张 就像什么事都没做般光明磊落 他的话说得有条不紊 他说是隔子到他们公司谈业务 不小心把咖啡倒在了白色套装上 然后到他办公室换衣服 而他看在我的面子上让他上来 他穿着你的睡衣 这个我没想到 我明明给他拿了浴巾的 谁知道他翻了我的衣橱 靳言之耸耸肩 一脸无辜的样子 他自始至终都很放松 就像他很笃定的认为我一定会相信他一样 我想 如果没有隔子发来的那些铁证 我一定会相信靳言之 隔子发来微信给我 只有简单的一句话 他说 初遥 我希望你祝福我们 剩下的全部都是照片 是隔子和靳言之的合照 还有聊天记录截屏 我看完这些后 全身发抖 手哆嗦的给靳言之打电话 他当时正在开会 我颤抖着跟靳言之说 靳言之 你回来 立刻 马上 初遥 怎么了 他大概是以为我出了什么事 比起李氏毫不掩饰的交集 而还没等他说完我便挂了电话 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恍恍惚惚像是一个未醒的梦 靳言之很快就赶了回来 而我看着一脸纳闷的他 已经开始口不择言 我从来都不知道你的演技有这么好 摇摇 你先别激动 这里面有误会 靳言之按住我的肩膀 背弯腰 眼睛专注地看着我 可现在的他就像我穿过的一个破旧的胸罩 之前有多么亲密 现在就有多么恶心 对于靳言之的感情转变原来只需要一瞬间 这一瞬间里他的伪装悉数被揭穿 误会 靳言之 你怎么可以跟格子搞在一起 摇摇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这样 真的不是 靳言之也开始急了 或许是他没有想到事情这么快败露 手机 我看你手机 我和靳言之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从来没有翻看过对方的手机 我们说好彼此信任 给对方安全感 到如今这步也是迫不得已 不出意料 我在靳言之手机云相册里找到了他们的合照 解释啊 你解释啊 我像个扑腹一样向靳言之大喊大叫 什么素养 什么礼仪我全都不顾了 孩子在一旁哇哇大哭 整个房间里一片狼藉 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解释啊 摇摇你先冷静下来 我们好好分析好不好 靳言之几近可求的目光 我已经无暇顾及 我的心里就像住着一个小怪兽一样 他现在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 我气得喘不上气来 发了很长时间的风 我突然安静了下来 就像安好来临前出人意料的寂静 靳言之也被我闹累了 像我一样坐在墙边 他一腿伸直 一腿蜷缩 胳膊软绵绵地搭在腿上 他跟我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 出谣 我们不是说好要互相信任吗 我们说好的 而我连回他话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突然觉得吵架比跑步 爬山还要累 这是我和靳言之第一次 唯一一次这么大动干戈 他的模样像是对我积攒的无数失望悉数爆发 他像看陌生人一样看着我 不断质问我为什么不相信他 而他眼睛里尽是受伤的神色 我对他越发厌烦起来都证据如铁 他仍死不承认 他当真以为我是一无所知的傻子 回忆起这些的时候 我仍不可避免地喘着粗气 这些拼命想除掉却烙印在心底的记忆 让我在短短的一周里难以理清思绪 最终我还是决定联系律师离婚 而孩子我要距离力争 我可不能把孩子推入格子的虎口 兰芝风风火火赶到我居住的酒店时 我正迷迷糊糊地睡着 听到门铃响后我起床开门 门外的兰芝一身精致合体的风衣 却被我不管三切二十一一下抱住了 他似乎也被我人不人 鬼不鬼的状态吓到了 正在原地一句话也没说 只是懒过我的后背 用力地回抱着我 过了许久 我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放开他 看着他的衣服上染了一片不小的水渍 我有些幸灾乐祸地跟他说 兰芝 你身上有妈妈的味道 他嫌弃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进到房间 关门 是兰芝的到来 让我的心一下子宽慰了很多 他爸我三岁 是一名律师 同时也是我多年的好友 同路人相伴 不同路便擦肩而过 在某种意义上 我和兰芝是同路人 相同的三观 相近的生活环境 兰芝把外套脱下来挂好 然后脱掉鞋子坐到了我的对面 面对这张三十岁女人的脸 我突然有些感动 他是推掉了多少案子和家庭琐事 才连夜赶来我的身边 他自是知道一向顺风顺水的我经历 这些会承受多么大的打击 但他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理性 在我什么也不愿意说的情况下 依然逼迫我一定要讲出戏之末节 你知道的 我和尽言之的感情一直很好 好到我根本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出轨 没想到说到底他也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美女若怀便不想推开 我跟兰芝抱怨了好半天 一句在点上的分析都没有 后来他便开始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问我 我看他在本子上用笔飞速的记着 就像鸟不断挥舞的翅膀 等我在迷迷邓邓的状态下回答完所有的问题 猛然抬头时发现他的表情有一些凝重 他说我多么希望你说的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对方出轨 孩子尚小 所以孩子判给我的几率更大一些 但我还是劝好不劝李 兰芝 你应该了解我的 我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污点 他点点头 算是默认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窗外刚好有一片树叶飘落 我隐约看见他因为有阳光的照射 所以一半明亮一半黑暗 而金色的光毫不吝啬地照射房间里的地面时 乍一看镜是灰 兰芝陪了我整整两天 后来实在有急事所以不得不离开 他嘱咐我凡事要冷静 切不可冲动 我在窗边一直张望着他离开的身影 一直张望到实在找寻不见 我害怕一个人待在这陌生而又冰冷的地方 我开始想念我的父母 我的孩子 然 比起想念更害怕将这一切公之于众 那样的感觉就像 我的身前是断头台 身后是火红的烙铁 向前抑或向后 都不是我希望的选择 而我此刻有多难受 就有多么恨尽言之 我决定出门走走 虽然我的状态极不适合出门 我出门的时候甚至连衣服都没换 果真在陌生的土地上才能展现最真实的自己 酒店就坐落在江州的一条很繁华的街上 这种繁华不同于城市那种泥光溢彩 水泥钢筋堆砌的虚假繁华 而是在一生生朴实叫卖中的真实 于是 在这里走的每一步我都觉得很踏实 并非漫步云端 我看见装潢各异的小店 看见大大小小的摊位 看见男男女女 有人穿着很艳丽的裙子 有人穿着很随意的拖鞋 我观察着每一个人的表情 他们看起来都那么幸福而又满足 这时 我看见一对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老奶奶 他们的摊上摆一些小摆货 两人坐在椅子上 并不费尽心力地吆喝 而是安安静静地晒着太阳 老爷爷有时会不由自主地看着老奶奶 在他们的世界里时光已流逝了那么多 不知为何我仍然在老爷爷的目光里 独到宠溺的爱意 以前 我和尽言之也是说着说着就想到了以后 我也会问等我老了你会不会爱我的傻问题 那时候我也很老了 一定没人再稀罕我这个老头子 那我就勉强再跟着你这个老婆子吧 到时候 你就叫我老婆子 我叫你老公子啊 我想我和那个时候的尽言之一顶儿孙满堂 我还想跟他们讲我和你们的爷爷是如何的相恋相知 我一定要添油加醋地凸显出我的美丽 以及尽言之追我的不意 以此显示我独有的个人魅力 想着想着 就不自觉地流了泪 那夜模糊中隐约看见老爷爷细心地为老奶奶整理着发型 这似乎是做了几十年的熟人 我想起尽言之也总是爱摸我的头发 平欲像摸我胸一样琴 他还总是一正言辞地说 谁让你有我没有呢 不对 你的就是我的 因为你也是我的 想到这我哭哧一声笑出来 嘴角还沾着泪 舌头舔一舔嘴唇是眼泪失咸的味道 尽言之有时也像个孩子一样幼稚呢 可大多数时候 都是我依赖着他 我知道天塌下来他也会替我顶着 我想起他的好脾气 想起他对我事无巨细地照顾 想起他为我花钱时眼睛连眨都不眨 我想起他的诸多好 而就是这样一个我一直放在心肩上的男人 很快就不再属于我了 而格子真的爱他吗 他会好好照顾他吗 很奇怪 那一刻我突然不再厌恶尽言之 而是重拾了爱 因为我愿意相信 他之前对我的好都是真的 倘若爱情是一时的产物 那我想 尽言之把最好的爱情给了我 虽然他后来没能肩负起一个丈夫 一个父亲的责任 那我也不怪他 我会像原谅一个孩子一样原谅他 只要他跟格子能过得好 我承认 那一刻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了 不相信自己还有什么残存的魅力 能守住这个男人一生一世 我是突然被禁言之抱到怀里的 脸颊上还有胃干的泪 这样熟悉的味道 我不用抬头便知道是他 我没有告诉他我的踪迹 没想到他还是找来了 初遥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他的语气里有些隐忍的焦急和关心 我抬头看着这个已经毫无形象的男人 心突然皱索一下 我可能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爱他 或许是爱人之爱 又或许是家人之爱 回家的路上 除了必要的焦谈外 我没跟他说任何一句多余的话 他看我的样子好几次想说什么 但欲言又止 他小心翼翼的样子让我有些心疼 昔日光鲜亮丽的恋人 因为某个人的出现而变得狼狈不堪 车窗外是不断移动的风景 而那一刻也不知道是什么给了我勇气 竟不想再做一只缩头乌龟 凭什么把我和靳言之的生活搞得一团脏后 格子却逍遥法外 我让靳言之停车 但我没说去找格子 不要担心我 你先回家好好睡一觉吧 在确定靳言之没有跟上来后 我打车直接去了格子所在的公司 踏上台阶的那一刻 我混沌的思绪突然变得清明 我像个有了铠甲的勇士 想真正捍卫自己的爱情 格子看到我后有些惊讶 但随即便附上了笑容 拉着我来到楼下的咖啡馆 桌上铺的是十分讲究的碎格子桌布 精致的小碟边上隐着金色的花边 我打亮完四周后 目光重回到格子脸上 一如那张我认识多年的脸 一切没什么不妥 靳言之的胸前刻着我的名字 你和他上床的时候心里不隔应吗 我忽视掉格子那些刻套的话 连回应都没给他 便开门见山地问了他这么一句 我的语气并不怎么好 你是他的过去 我能接受 并且他答应我去洗掉了 之后会刻上我的名字 格子一脸风轻云淡地说道 但他话音刚落我的瞳孔便骤然放大 没想到才一句话 格子就被我炸出来了 我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尽言之身上根本就没有纹身 只在后背上有一块红色的巨大胎记而已 当然红色胎记也是我编的的 我开始敢断言 格子他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格子沉默了 他连确定抑或反驳的立场都没有 他根本分辨不出我说的是真是假 我有点不相信这么幼稚而又荒诞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皱着眉头自嘲地问了句 为什么啊 有意思吗 对面的格子却突然笑了 看着你这个受不了任何污点的大小姐 临近崩溃的边缘当然有意思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不分清红皂白的误会尽言之 因为你没有直面这一切的勇气 我拿勺子搅了搅咖啡 听着勺子和baby发出清脆的响声 对于格子所说的不可置否 好伴想 才用我陌生的语调对格子说了一句话 所以 你处心积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锻炼我 只是想寻求点快感和平衡 格子如是说 说完拿起咖啡清磋了一口 我看着格子的眼眸 觉得那么陌生 就像从来没有认识过他一样 我还是不死心地问他 在我身上寻求 为什么 我没惹到你吧 听到这格子笑了 似是可笑地笑 你还记不记得那次交流声的机会 你轻而易举地得到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然后你最后却没有去 我那么珍视的 却是你那么不屑一顾的 经他这么一说 我确实想起来有这么一回事 但那次的机会都是公平的 以记点说话 我记眉头也没强 后来确实因为奶奶生病住院没有去城 可这跟他又有什么直接关系 你还记不记得我大学的男朋友 他竟然偷拍你的照片 错喊你的名字 你已经抢了我的禁言之了 却仍然不放过我的男朋友 分手的时候他嫌我恶毒 说你比我善良 虽然过去了这么久 但格子说起来的时候还是一份填膺 你的男朋友是 我实在想不起来他当时的男朋友是谁 我当时跟格子不熟 再说我所有的心思都铺在学习和禁言之身上 他没有回答我 而是继续说 毕业后 我为了一个男人当小三 堕胎 他最后还抛弃我 反观你 凭什么那么幸福 你从小家境优渥 不知人间疾苦 为什么你遇见的都是好男人 这不公平 听他说完这些 我真是觉得很无奈 他经历的这些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自己遭遇的不幸 非得强加到我的身上 呵 你真是可怜又可耻 那你呢 你还不是被我耍得团团转 大小姐 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格子这样的人 没遇见所以以为世上就不存在 可世界毕竟太大 大到容得下任何一个高尚或者卑鄙的人 我第一次知道女人的嫉妒和记仇 可以严重到如此的地步 但我相信就算她真的报复了所有人 她也不会真的快乐 因为她没有善待自己 真正的善待自己 不是想着怎么为自己出一口气 而是想着怎么去爱身边的人 就像于娟说的那样 既然上上若水 那么自心间流出的大善大爱 自会延连回转到自己 我没有选择和格子继续纠缠下去 只是说了句 我不怪你 格子冷哼道 别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模样 然后她愤愤离场 她转身离开的那一刻 周遭一切悲凉 我不知道她成长的环境是什么样子 也不知道她后来遇到了哪些人那些事 让她形成了畸形的世界观 让她用伤害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受害者 然后报复她周边的人 我对格子的分析和悲悯并没有持续多久 桌上的咖啡还闹着热气 在格子离开的第一时间里我想到的是尽言之 我想起那日她有气无力的话 初遥 我们不是说好要互相信任吗 我们说好的 那一刻 她该对我多失望 这真是一场无比巨大的闹剧 在我生不如死半个月后 突然告诉我一切真相 正值下班高峰 我打的车一路上走走停停 四周充斥着刺耳的鸣笛声 一如我那颗想见尽言之的心 急躁而又不安 我回到家的时候 尽言之在书房工作 她找我应该花费了不少的时日 否则不至于此刻在桌前这么焦头烂额 我已在门框看了她好久 直到她发现我 她有些匆忙的起身 腿部不小心磕在桌子上 发出不小的声响 但她眼睛连眨都没眨 一直直视着我 我看着那双因为睡眠不足而周遭有些发黑的眼睛 突然不知道我应该如何开口 跟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半个月像是隔了半个世纪 此刻几米的距离却像是隔着千山万水 对尽言之 我由爱转到了厌恶 由厌恶生了恨 又从恨回到了爱 我缓缓地走到她的跟前 缓缓地开口跟她说 对不起 我不该误会你 我应该相信你的 设想中的长篇大论以我的晕倒告终 我隐约能听见晋言之大叫我的名字 晃我的胳膊 我很想睁开眼睛 但是很累 我当时还有意识地想 想开口告诉晋言之 我没事 你别担心 我就是想睡一会儿 在醒来的时候是个晚上 在医院 晋言之握着我的手睡在床边 夜里有些凉 我想找东西给晋言之盖上 没想到我一动 她就醒了 她沙哑着声音问我 你醒了 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我轻轻摇头 现在才凌晨四点 躺下再睡话吧 睡不着了 言之 我们谈谈吧 那一刻 借着微弱的清晨之光 我觉得自己有满腹的话 想跟她说 听话 再睡一会儿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她声音温柔 又像以前那样用手摸我的头发 恩 好吧 而我这一睡就到了第二天的上午十点钟 一个明亮的白昼 阳光进来大片 我的心情像是雨后天晴般清爽 记忆中已经好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觉了 我醒后不多一会儿 静言之拿着一些食物进来 她也把自己收拾的单静利落 她说怕父母担心 所以并没有告诉双方父母 我问她 我没有大碍吧 她说没有 只是最近太累了 我放心的点点头 告诉她回来的那天我去找了格子 她听后并未表现出吃惊的样子 只是笑笑说 没想到那个女人会耍这样的手段 我没有跟她聊过天 也没有跟她一起拍过照片 她那天的眼睛应该像此刻一样真诚 但那天的我却忽视不见 我知道 所以 真的很对不起 差一点就因为我的愚蠢失去你了 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所以真的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分析真假 其实那些照片和聊天记录戏看看就知道是PA的结果 她说她一开始确实是气我 但是 在我离开之后 她又开始担心我的安危 她知道事情一定会水落石出 在这之前她不希望我做出什么傻事 我第一次特别认真的问她 如果有一个比我好一百倍的女人出现在你面前 你也不会动心吗 尽言之笑了笑说 不是只有你们女人渴望白头偕老 我们男人同样渴望幸福一生 这是每个人最本真的夙愿 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出轨 是有一方 当她的心理或生理得不到满足时 她才会想去寻找新的人来填补空缺 说到这她低下头 略沉思了一会儿 然后又抬起头来 嘴角含笑 初遥 我问你 我的需求你都满足了 好端端的我为什么要出轨 为什么给自己找麻烦 我承认她说的有道理 我默默看着她 没说什么反驳的话 她突然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我 问我如果遇见了比她好的男人 我会怎么办 已经嫁做人妇了 当然没有别的心思啊 不过你要是对我不好 那我肯定去找别人 尽言之挑挑眉眉冲我一笑 伸胳膊捏了捏我的脸 二十岁的时候 我确实拿漂亮 身材好作为衡量女朋友的标准 所以我喜欢你 我觉得带你出去 让我伴儿有面子 她说到这的时候 我瞅目结舌 没想到她当初竟然怀着这样的想法 她追求时明明说被我的内外兼修所吸引 后来我发现真正让人欢喜的 是言语和情感上的共通 初遥你知道吗 一个人在世上活着 为自己的生活拼搏努力 实在是太辛苦了 现在的我就想要一个家 一个我累了之后可以去的地方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让你冲锋战阵 我就想让你在我的身后 默默支持我 默默看着我 我喜欢这种被动 被理解的感觉 她说这段话的时候握着我的手 热气在手掌心里迎回 温热的触感比花雨带给我感动更多一些 阳光不多不少的照耀病房里洁白的床褥 一连尽言之的身上 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尽言之一点都没老 她仍能带给我白衣少年的错觉 她继续开口跟我说 我觉得结婚 就是可以把心好好的安放 可以很好地睡去 即便睡眠中充斥着放屁和打呼噜的声音 但那样的声音 也让人觉得安心极了 如果没有这次的闹剧 我和静音之可能永远都不会推心致富的交谈 我是在那一刻突然觉得我们都成长了 那些在时光当中消失不见的 原来都是成长的痕迹 过去我把爱想得太过于复杂 太过于自私 原来真正的爱这么简单 就像每天必喝的白开水 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 我需要她 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之后 静音之才告诉我晕倒的真正原因 我又怀孕了 我开口无声地大笑 虽然没有了出为人母时那么激动的心情 但这次的心情里 多了一份之前没有过的感恩 我和静音之温柔相识 我们都为这个孩子的到来而感到喜悦和珍视 就在这时 病房门突然打开了 是兰芝 我暗自咋舌 心想她来的真不是时候 我还想跟静音之在这么温情的时刻kc下 静音之借过出去了 把空间留给我和兰芝两个人 我上下打量了她一下 真怪道 你来看我也不知道买点东西 比如红玫瑰的之类的 我因为担心你的死活 第一时间往这边赶 哪还有功夫买东西 原来在我睡梦中时 兰芝来过电话 是静音之告诉她我在医院的 我把我和格子的对话完完整整地告诉了兰芝 她不可思议道 这 心里变态啊 我帮他们打官司确实遇到过这种人 但我还是没想到格子是啊 我嘟着嘴 朝兰芝半可怜状 没事姐们 这事交给我了 盼她可终身监禁 兰芝的话惹得我哈哈大笑 我和兰芝都是心大之人 自己过得好了 从不去计较他人的过失 见我浑身上下一点是没有 兰芝便离开了 临走前跟我恨恨地说 可恶 你又怀孕了 我又得破费 在兰芝走后好一会儿 空气中还存留着她爽朗的笑声 我感到一措小小的火焰 温暖我心 是突如其来的莫名的幸福改意了满怀 房间里很静 我看着一尘不染的玻璃 以及窗外的风景 兰芝道 人活一辈子 未必真正懂过爱 也未必真正拥有爱 我很庆幸 在这场婚姻里 金银芝愿意陪同我 一起去探索爱 以后的路还有那么长 我们一定要多些信任 勇敢和坚强 想到这个时候 金银芝从门口进来 手里拿着一枝玫瑰花 有些憨憨地说 下去逛了一圈 也没啥好买的 说完还伸手挠了挠头发 那一刻 我明明穿白蓝条纹并服 却不由觉得我穿的是白衣蓝裙 仿若多年之前 站在樱花树下 等那个为我采结鲜花的少年 心若有爱 便永远也不会老去